各位王大好 我們今天講 一字之差兩個世界物土篇 跟上次講這個螢幕類似 或者是有一期我們講螢幕是類似的 因為我看小編怎麼安排這個視訊 這個影片他哪個先出 我不確定 好來我們放兩個面盤上來 其中一位是同學借用一下 那我不會說你是誰 一個是物子日生 另一個是物生日生 這本身並沒有錯 光是透過一個日注去判斷他的吉凶福或 可能成功與否 這個有點堅強 他能用在哪裡 就是日注 比如說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就好 請問庚子年發生什麼事 我常常問同學 庚子年發生什麼事 查那個維基百科 庚子年發生過什麼事 好那辛亥年發生過什麼事 好像有什麼事情 好那甲午年發生什麼事 知道了嗎知道了嗎 這三個在八字上形成傷關 那老師以四也形成傷關 但是他沒那麼兇 為什麼 最近我們在研究為什麼沒那麼兇 我是透過事實現象數據 在反推學理上存不存在 我是這樣做研究的 所以 對不起我不會去一直死讀書那些東西 但不是我們不重視書 只是方法我們把它點倒過來 因為這世界太多的幻象跟假象 如果學校教的東西都是對的 世界不會那麼亂 謝謝 謝謝 又說出真話了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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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真話了 有沒有老師在 是當老師 然後看股票的 有沒有 我們高中的時候就有 就有一位老師 那個訓導主任 我哪個高中的 你要去肉搜隨便你 我就敢講 有沒有看股票 你跟我講 就是說 我們那個做事情 那個做錯事 頭要滴滴的 頭要滴滴 然後呢 回到 他的那個辦公室裡面 老師那是什麼東西 開線圖 我當時就懵了 我在想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這個是 證券還是錯的 所以以後 我們可以去辦公室 看自己股票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記得 在台南面上的時候 要講那些 教育眾生 要做對的事情的話 對喔 對不對 對 我沒有想要度那些人 我確實就是捨棄掉那一族群 我的確沒有想要度這群人 這群人就像 說不通邏輯的鬼一樣 我沒有想要度 所有 世間的人 有緣人 度之 得之我信 不得我命 徐志摩講 好 回到這個物子日 跟物生日生的人 我們要猜他的命運 因為這兩個人是好朋友 我忘了是問他為什麼成為好朋友 可能是學生時期的同學 還是什麼 至今也有聯繫等等之類的 然後有一方曾經會 叫一方普掛 不是曾經就是 可能有什麼事情都會叫一方普掛 但是他們 我都 透過 門生 有接到 其中一位的Case 另一位是我自己直面 面對他 然後論過他的命 其中一位 我先不講是誰 大家猜 其中一位 我說你這個不出外 會出問題 但另一位是不是也 不出外 都有問題 這兩個盤都是要出外 對不對 可是排列順序這個 隱身充加子五充 奇怪 這順序不同有差那麼多嗎 有 都是悟土 對 都有兩個筆尖在聽看 對 真的叫一支支插兩個世界嗎 是 真的是一支支插兩個世界 排列順序又不一樣 我們學命理就是要 從一點點的東西哪裡不同 就像做實驗一樣 那實驗組對到組 實驗組對到組才知道 原來如此 是這個原因 這樣 這才叫做研究 對不對 其實兩位都要出去 但是就基於就是說 月份不同 關鍵在月份不同 那主音我認為是月份 月份 月份 這個月份其中也會出去了 另外還在笑小心 人生的名言叫 小心小心 再小心 要小心 什麼樣子可以最初的小心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用你的人生 用你的決定 用你的鬥志 選擇了一條 好 你必須還上30年 乃至40年 50年的路 你也得認 這叫做負責任的態度 所以其中一個去做公務員 然後很痛苦 我沒有說公務員是錯 我說這個性格 如果你是基於害怕跟小心 那以後你最好就在內部害怕跟小心 你想什麼不就得什麼嗎 你最開始設定的就是害怕跟謹慎跟小心 那未來永遠就給你的害怕 小心跟謹慎 所以你就要對長官恭敬 謹慎慎為如履薄冰 同名狀裡面不是講嗎 我這一身如履薄冰 你覺得我能走到對岸去嗎 那也就是這一幕嘛 是不是 所以要走對路 所以其中一位是公務員 到底是哪一位 至今我還沒講 這個面盤就只放鬆去 哪一個膽大 哪一個小心 那我跟其中一位我認為是 你有運啊 你現在有運啊 你現在是調你的運啊 調你什麼 就是要你成功的運 所以你也沒有機會躲 你躲的話會憂鬱症 然後我說去年論了 去年見面的時候論 當面論了 人不在台灣 你在這個2024年隔年 你有一個安家的公事 那大體育你這個年紀 買房子 我覺得有點奇怪 要看你家的家運怎麼樣 當然我也可以窺探 從年住看你爸媽的情況 你有安家 但是你也帶有要離家的公事 只有生子成河水跟櫻毛成河墓 一講有些人明眼一查知道是誰 就知道是哪一張命盤 你必離開家 不離開家 那個能量很恐怖的 會憂鬱症的 你跟命運這種命盤鬥 要付出很多代價 我不是說要你就是放棄 不是要運命 就是他有這個現象的時候 你用最好的方式去解不就好了嗎 比如說出國看你要做什麼 那個台灣話講出國深造 出國深造 出國深造 出國深造的原因也很多 沒有藝人出國深造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 的確他出國深造 前幾天跟我說 領到通知 叫offer嗎 錄取通知 錄取什麼 這個年紀是要讀什麼 知道 很有善緣 我本身對宗教的那個想法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或者是 這個思維以上的想法也沒有什麼特別強烈 可是後來是 太多的命主跟我講什麼什麼前因後果之後 後來我發現 還有正相關 這正相關是很大 他是研究那個宗教 宗教學的 然後開始學布施 那學命理的原因是他想要更了解自己 那是不是做這一行在說 他就是想要做宗教研究 因為以前就是讀這個的 而且學理可以研究很深 我去內地的時候 我說要去哪個地方 他說那你去哪間廟 哪間室 然後前因後果可以跟我講 是哪一個高僧大德在那邊出家的 然後歷史是什麼 你這小女生竟然可以講那麼多 那另一位是公務員 真的不是在講公務員不好 但是你這個命走這條路 你就得認 認 認憂鬱症的後果 沒辦法出去 沒辦法奔波 那只能申請調職 但是你要看上面的意思 願不願意讓你調 你再盡責 你想要闖天下 但是你精小慎為的個性 你要學習司馬懿 到了六十幾歲才發 什麼 就是自己取而代吃了 對不對 對 那你得認 那你認得了嗎 那我們就推測你的心理現象 你認得了嗎 你認不了 你到時候你會真的會憂鬱症 所以 顯而易見的 人一開始走的路 你選擇了之後 你還是要選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自己能不能承受 能不能承擔 你最好去問這個行業的 三到五位 各個方說法 而且那個標 樣本質 不是標本 是樣本質 你要成功的 最好都是成功的 就是你想要怎樣成功 你找怎樣的人去問 問不到找 好 這個心總是要花 這個心思要花吧 你為什麼有心思讀幾年書去考上 但是沒有心思找一下 找這個應該三五天找到吧 好那三五個月總不找到 你再來做這個決定也行 但是你做了決定之後 好人生有眾多的決定 不可能全部都對對不對 但是 你要有改正的勇氣 不是那個被討厭有勇氣的 是改正的勇氣 右腳錯了 沒關係 我們換左腳再畫下一步 對不對 這就解決了對不對 不願意喔 因為我已經付出那麼多了 怎麼跟婚姻的說法是一樣的 我都已經付出那麼久了 為什麼要離婚 是捨不得 動彈不得 放不下付出代價 送給各位 我是老陳 祝福大家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待會 成功的是那個五月的 就是 就是五字 直五衝在中間那位 OK 就是有一個神經在那邊的 不然忘記跟大家講 有個神經 神經 根深在他的十柱內位 他成功 喔 基於而言 我知道他後面的路 會很好 很OK 好 那我們要預測 他到底以後要做事業還是做家庭 可是我跟你講 我會以快樂的筆直來去看這件事情 痛苦的人絕對失敗 快的人不一定是世間講的成功 但是他對他人生來講是成功的 而且能幫助人 能確認為善 成功的 為什麼 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祝福大家 拜拜